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因为便捷的交通和丰美的自然环境 成为台中人心目中最佳的踏青圣地 选择一个假期来到谷关 探入温泉文化 品尝在地特色 用大自然的纯粹让你卸下平日的眷备 我想谷关以前曾经非常繁华过 那现在当然因为中很不通 没有办法让游客愿意进来这边 我认为谷关其实还有很多东西 是可以让一般的游客来体验来感受的 比如说它有它的原民文化 这个地方是一个原住民的乡镇 它有它很独具特色的泰雅的文化 中文开发的一个历史的文化 八仙山的一个伐木文化 那我觉得这个都是很有人文故事的 应该是可以满足很多游客 可以来谷关来发掘来体验的 谷关目前大概有13家饭店 它其实它是每一家的特色 大家都是完全不一样 它有完全是巴厘岛风的 它也有走原住民泰雅风的 也有是比较日式的 也有禅风或者是欧式 我觉得这个都是很好 很不一样的一个体验 我希望大家都能来谷关来体验看看 我认为在文化这个部分 人文的部分 它是真的是很丰富的 只是一般人可能都不了解 那餐饮的部分 大部分在谷关街上的这些餐饮的店家 大部分都是客家人 所以其实在谷关你可以吃到 很多都是客家的料理 那我们今天也带大家去看了一些松鹤的 原住民的一个餐饮文化 那我觉得这个是我日后 我可能会比较推荐一般的游客大家来谷关 我希望你们去尝试不一样的原住民的一个峰会的餐 可能是很难去可以吃得到的这些东西 我相信在谷关以后吸引一般客人来 它应该是很棒的 谷关它其实是泰雅族的居住地 所以四年前我们公司在开始经营全家便宜商店之后 我们就开始融入在地的文化 其实我们从软体硬体的部分都有 那软体就是人的部分像我今天穿的这套衣服 头饰到身上的披风都是泰雅族 都有泰雅族的元素 那在店铺的音乐的部分 我们也是都播放原住民的歌曲 然后再来硬体的设置 我们也是使用泰雅族的传统建物 就是竹子的部分来做我们的硬体的装潢 我们一般都说在偏远地区的学校 学校就是部落的心脏 我期待的就是让部落走进学校 然后让学校来去拥抱整个社区 然后藉由很多的一些互动和连结 来达到整个教育的一个大提升 那我们在学校里头最重要的就是 应用一些很重要的一些节日或活动 我们藉由拉小提琴 再跟我们部落的七老 或是部落的民众进行一个很好的互动 所以藉由很多的活动 想办法牵引把部落的人拉到学校来 我们松鹤是在台帕县的29K 那谷关呢它是在34K 所以呢我们是必经制度 如果谷关的生意好 它会带动人潮 他们也会到我们社区里面乱乱 所以说我们跟谷关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 就像93年的缅度力台风的时候 谷关重创了 当然松鹤也没有放在性命 所以我们是接连在一起的 我们希望谷关它的人潮多一点 它的人潮好了 我们松鹤也会受到影响 把我们的游客带进来 那增加我们产业发展 我想提醒大家的就是交通这个部分 谷关其实从以前水灾也好地震也好 让大家有一个很刻板的印象 就像路况一直都是很差 进来谷关是不通的 我认为这个是完全 真的对谷关是非常冤枉的一件事情 谷关现在每一天有 从丰园从东市 从台中火车站 从高铁站进来的公车 每天超过一百班的班式 这个真的是天地差别 真的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我希望让大家知道 就是说其实现在进来谷关的路况 是完全没有问题 而且是非常方便的 对我一直认为说 谷关现在的腹地 是应该也差不多保和的 那谷关以后的发展 能不能再回到以前的 那么繁荣那么好的一个状态 应该要有一个大谷关的概念 它应该要把梨冷 把松鹤这些部落 甚至于上谷关的松鹤的十可八 都全部大家弄进来 大家一起团结一起合作 我们把每一个地方的特色都找出来 那我也希望大家来 这个地方有好山 有好水 有好空气 大家都能常常来 一方面 也促进这个地方的一些商机的活落 那一方面 也让大家知道说 原来台中市也有一个后花园 是那么棒的地方 这样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